- 大家一起來解掛政黨惡兜消毒 - 我是的覺醒維告 - 大家好 我是錢燕穎 - 大家好 我是林佳元 激情的一夜過去之後 今天有了個結果 不過在這個結果 怎麼樣去看 怎麼樣去分析 怎麼評 其實很重要 因為2020又要再選舉了 2020大選有人說 昨天那場是前哨戰 但是目前看起來 有人的分析是 民進黨好像有點止血囉 但是國民黨裡頭 有人有不同的看法 認為贏不算贏 輸不算輸 昨天告訴我韓國瑜 在晚上的時候 開了這麼一場直播 當然啦 也希望說 給大家一點強心針 對不對 不要說有點心情上 太鬱鬱 太鬱悶 但是到底這場選舉 能不能夠帶給藍綠兩邊 不同的省思 今天要好好的來解析一下 沒錯 在昨天 其實藍營的支持者 有一點點難過 因為四席當中 只拿了一席 連金門都輸了 但是很多人講說 新北跟台南 怎麼沒有辦法 讓綠地變藍天 其實我們知道 其實待會 鄭世偉 世維哥 就會在節目現場 他也會來講 但是這一次過程當中 大家也不要忘記了 新北跟台南 都是民進黨自己的立委 結果有一些狀況之後 來補選了 所以這個地方 本來就是綠營的 但是我們要看政治觀察 要分析的是 第一個當然席次很重要 第二個是 得票率也很重要 你知道嗎 在新北跟台南 台南那個地方 原本是8比2 有夠綠的綠營8 結果現在震到55波了 鄭世維 世維哥他也是 把這原本 上一次國民黨只拿3成5 這次他拿了4成6左右 等於說國民黨的票 增加了11%左右 所以韓國瑜有沒有幫助 當然一定有幫助 除了個人的努力之外 韓流也是助攻不少 所以因此儘管輸了這些席次 結果現在 拱韓國瑜的聲音好像更大了 因為說真的 韓流除了自己本身之外 要推出最強的候選人 才是最重要的 重點是韓流怎麼用 我們知道韓流很厲害 因為連余天都說 你柯文哲 你自己來試試看 什麼小土石流 不是 但是到底韓流怎麼用 藍營才能夠再次回復當時的士氣 今天要好好來分析了 謝謝大家今天的無色來賓 真正評論的演黃子哲 哲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整媒體人康允俊 大家好 整媒體人陳輝瑋 大家好 好 再來介紹的是 我左手邊的來賓 首先要介紹的是 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 鄭世維 家園好 還有燕穎好 還有我們所有大包掛的好朋友 謝謝大家 都送了 畫得很不敢 最後來介紹的是 台北市議員游淑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再來介紹的是 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 吳梓佳 大家好 沒錯 在昨天的選舉當中 其實大家有不同的評論 但是昨天在九點的時候 韓國瑜他其實就有來直播 他直播說 其實這也不能說 贏的不算贏 因為真的是小贏 輸的也不算輸 怎麼說呢 一起來聽看 這一場選舉 我比較有不同的看法 我覺得這一場立法委員的補選 第一個 贏的人不能算贏 輸的人不能算輸 大家都時常講一句話 願賭服輸 既然選票開了 贏的就是贏的 輸的就是輸的 還有什麼話好講 我不是看這個問題 我是看明星 韓國瑜說了看的是明星 明星的變化在哪裡 數字裡頭可以看出一些玄機 我們先來看到後面這一邊 昨天兩個選區 當然在台南的部分 我們先講 第二選區那個時候 包括了封關民調 昨天有告訴大家 一直以來我們都想說 信融界這一次 真的有衝出一些聲勢出來 因為到最後的那個 節骨眼的民調 我們美島電子報的民調 做出來的是 三成 三成五 四成 不管投票多少 都會是贏的 不過最後開出來 他是44.31% 拿下了這麼多的票 而郭國文的部分 請全黨之力去輔選 最後是46.85% 但你要看的是 2016的得票率 原因是因為當年 黃偉哲在這邊選 是幾乎七成六 將近有八成 這麼高的一個得票率 國民黨的黃耀勝 只拿到了18.67% 這個差距 你就可以知道 非常明顯 從58% 差到之下只剩下3% 這場真的是讓民進黨 選得真是爛 因為他們完全沒有想到 這麼細節出錢的地方 這樣選 另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現在要講的 新北市的三重 2016當時高智鵬也是拿過半 54.54% 但是昨天余天的得票率 雖然過半52.04% 但你要看看 鄭世維 他可以把差距19% 拿到只剩5% 通通都是個位數 這是很多人當時在 包括是國民黨內的人 他們想都想不到的 但是韓國瑜說 贏不算贏 輸不算輸 雖然說還是要願賭服輸 世維哥怎麼看 確實這個選舉就是有輸有贏 大家都希望講說能夠贏 我個人的一個看法講說 也有很多的媒體朋友 在問我講說 是不是韓流退卻了 然後韓流的效應不夠 事實上我有講 如果今天沒有韓流的效應 你沒有這一些 黨內的縣市首長 甚至於黨內的長輩 來幫忙世維的話 今天我可能票數會差更多 剛剛彥瑩佳演有講 你說以我三重來講的話 2016年54%對35% 這一次是補選 他的一個投票率 我們有拉到4乘2 4乘2 你看到他得到的對手是52% 我是46.77% 所以說你整個的一個票數 他的一個氛圍是相當的接近 如果說今天沒有明星思辨 這樣子的一個感覺的話 你有可能講說票數 只有差5000多票 我們之前也在預估講說 我們的一個拉鋸 就在3 5千票以內 你看到打到這個選戰 如果以我來說的話 我主要是在三重蘆州的一個議員 我主要是以蘆州 三重短短的一個兩個月 然後不到 然後來打這場選戰 打到最後整個民進黨 請全黨之力不夠 還有把行政資源全部都下放 你看到只有輸這樣子 如果講說 如果說以總結你講說輸跟贏 你就是輸 沒有錯 我是輸 但是如果說一個選票的一個 結構來講 那確實是拉到了 拉到了一個平方 我也講 當時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有講說 我的知名度輸對手一半以上 人家是100%的一個高知名度 我最多只有五成多 但是你能夠從3 7打到4 6 甚至於打到5 5坡平盤 我會覺得講說 在選前我們自己內部的一個 民調也顯示 就是在誤差範圍內 就是在3%的誤差範圍內 所以說我會覺得講說 滿欣慰的 但是還是謝謝大家 給世偉有機會 能夠來打這一個選戰 但是你講說 寒流的一個效應 他就證明就是講說輸了 那我講 如果沒有寒流的效應 可能我還會輸更多 沒錯 其實世偉哥特別有講到 余天可以說是 真的是全台灣知名度 非常非常高 因為他唱歌 送橫歌彈那麼久了 所以知名度是很高的 那世偉哥當然先天上 因為他努力很多 但是如果說沒有寒流的助攻之下 其實這個得票率 恐怕也沒有辦法開得這麼的好 所以在昨天這個觀察當中 也想問一下我們的董事長 你怎麼看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有人說寒流退少了 但也有人認為說是寒流幫助 才有辦法開成這樣 民進黨贏真的算贏嗎 這個 首先第一個大家搞清楚 昨天這個是個補選 補選基本上 它這個議題的操作 跟所有的空軍的影響力 本來就非常有限有限的 所以你看到沒有 打到了四成多的投票率 決定是匪夷所思 這個不可思議的事情 台南也是這樣子 新北也是這樣子 所以首先我要講 因為在座有一位候選人 世偉打得非常漂亮 我從一開始 我從頭到尾 我就認為說差距會有一段差距 我認為我從來上幾個 一兩個月來 我就包括跟世偉同臺 我說余天有優勢 余天有優勢 除了知名度優勢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民進黨的優勢 民進黨這次投入非常大的支援 那世偉本身是光棍一個 他這是國民黨打了一場 沒有花錢的選舉你知道嗎 這個是大家不願意談的事情 但是真正的真相 就是國民黨沒有花錢 國民黨長期以來給台灣社會 台灣老百姓的印象 就是花錢選舉 沒有錢不會選舉 現在連續從九合一到現在 這次的補選沒有花錢 非常清楚的 你看連廣告都沒有 所以我們談完這個 但是比較值得大書特書的 你當然 首先大家關心華牛 韓劉沒有退燒 為什麼沒有退燒 很簡單一個議題 就是你看到在台南 幾個場最後的選情之夜 那個人氣的跟動員能力來講的話 目前是不是只有韓國瑜一個人有 你知道他的第二號 就是朱立倫很明顯有落差 所以因此我認為說 談韓劉要分兩個部分談 一個是國民黨內的 韓劉的領先程度 一個就是全國領先程度 全國領先程度要考驗 我們不談對不對 要看全國性民調 大概美麗島民調25 6號開始就做 我們就可以看出來 到底韓國瑜是佔多少 可是在國民黨內他第一名 所以我從頭到尾就堅持認為 國民黨除了韓國瑜以外 沒有第二個選項 只有韓國瑜能夠打2020 然後再回來第三點 我談到台南這個選舉 台南這個選舉荒唐之奇 因為我當然我昨天在選前 有人跟我同台 我就預估說郭國瑜或是謝榮介 兩個都有可能會贏 但差距3000票 就是郭國瑜可能贏3000票 謝榮介也會贏3000票 你又在哪裡你知道嗎 就是麻豆 你記不記得我前天在你的台上 在這個台上我就講麻豆 我說謝榮介選麻豆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選擇 麻豆怎麼可能輸掉 麻豆不可能輸的 如果麻豆沒有輸 謝榮介就贏了你知道嗎 為什麼麻豆不可能輸 因為麻豆的選區 陳曉筠的媽媽叫郭秀珠 他幾次出來在造勢場上 把麻豆輸的里長 通通進來了你知道嗎 所以麻豆根本滴水不漏 郭國瑜是輸定了 我在前天還聽到說 郭國瑜在麻豆是輸掉了 結果麻豆突然間翻盤 在更早之前 我就聽說有民進黨的某大佬 新潮流人某大佬講得更正確一點 跟郭秀珠接觸了 所以那個時候已經在操作棄保 在操作棄保確實成功了 因為棄保成功的理由很簡單 因為麻豆是郭國瑜 進步沒有辦法進去的區域 那郭秀珠只要態度一轉變的話 開放這個區域的話 那情況就會變了 所以關鍵在郭秀珠 還有陳曉筠被棄保 棄保分兩個層面的棄保 一個就是他外面在講胡說八道 講阿扁有用 阿扁屁都沒有用 我講白的 阿扁是議題你知道嗎 議題是假的 議題是要配合下面資源進去才有用 他把資源一開放 議題就 我現在變成在撬 然後下面就進去 這個後面那個動作不上的話 光是議題是空氣 我們剛才講過 空軍影響力非常有限 不管是韓國瑜也好 不管是蔡英文也好 賴清德也好 再回來看麻豆 麻豆為什麼民進黨不可能贏 因為麻豆有個重要 你記不記得選前一段時間 蔡清德去掃接到麻豆 在麻豆市場 被攤商拿菜刀砍他砍他 他簽准了一個叫做麻豆市場 簽建案 他把那個菜市場的土地 賣給建商了你知道嗎 所以麻豆人是恨賴清德的 這不可能贏 所以怎麼帥麻豆都不可能贏 所以麻豆這個贏 民進黨真厲害 選舉技術一流 但是絕對不是大家看到 表面上那麼簡單的事情 所以賴清德這一次 他自己的新化區 他佔了那麼多台 賴清德心裡有數你知道嗎 賴清德因素很小 我告訴你三區 國民黨在所有選區的三區 全面贏四千多票 那個誰的區你知道嗎 李全教的區 國民黨為什麼會有四千票 贏出來 那個是李全教負責區 國民黨大勝 所以就是輸在麻豆一個區 麻豆這個區是必敗的 民進黨必敗區 他被他反過來了 所以這中間的玄機 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認為還有另外一個輸家 叫做柯文哲 老金不清楚搞不清楚狀況的 他沒有傷害人的力量 反而顯露出傷害新潮流的心 這個是一個兵家大忌 新潮流不是全部是壞人 不要搞錯 只有少數的 像陳菊的趙家寶 通緝犯貪污400萬 這是壞人 你可以點名 你不可以說新潮流 全部一起打 然後這時候你衝進來 地方政治他不懂 台南他很陌生 衝進來剛好就趕上了這一班 叫做死亡列車就掛掉了 反而說這場選舉 董事長的分析是 可以看得出來 勢力消暢之外 有人 反而就扎上了一班 死亡列車 不過其實我們再說 在其實這一次的 這個選舉看起來 當然剛剛董事長幫我們分析 滿清楚的是在 台南第二選區的這個部分 但其實謝龍介這一次 真的在地也打得很漂亮 特別是他其實第一時間出來 我覺得滿好的一點是 他就直接告訴大家了說 輸就輸了 沒什麼好說的 但是他要繼續更原 幫農民 繼續幫農民來拚經濟 來找一些通路 他還繼續要蹲點 要來幫農民 我想問一下惠文哥 你怎麼看這次的台南的選舉 好像也打得滿精采的 幾乎快一半了 我們投票到下午4點 然後下午4點之前是不能談民調 昨天我剛好跟吳董同台 4點一到吳董就公布他的奉還民調 他那時候就是說輸贏3000票 當時候我就記在紙上說 吳子佳說輸贏3000票 最後開完說還真的是3000票 因為就是正負很近 對 我現場作證 吳董事長的民調非常準 昨天投開票 今天這個激情跟熱情 還沒有完全的退散 這很正常 但是我要跟觀眾朋友報告說 這個選舉我的看法 對2020的大選 並沒有什麼決定性的沒有 他只是個補選而已 而且補選的下 榮獲再蔓延個一兩天 然後就沒有了 真正我們要看一下 看2020的大選 我個人看法是2020大選 趨勢沒有變 第一個 會政黨輪替 第二個 我認為韓國瑜 還是總統大選的領先者 當然會有一些西瓜效應 譬如說假設 我要先跟大家道歉 因為我預測是4比0 就顯然是不準 所以昨天也難過了 不會難過 我們應該去找郭文哥開盤 你跟著我開盤就完蛋了 但我必須承認說 他一定會有西瓜效應 就是說西瓜我大邊 有些人他就是一個 比較類似像牆頭草 樂隊花車的效果 他就跟著人家走 這種人會被移動 他會移動 每次選舉都一樣 就像這邊贏 這邊身勢比較好 我不一定認同他 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我就跟著走 這種人會有 那韓流這次會有小小的受傷 但是這個沒辦法 就選舉這個輸贏 我的看法為什麼是青藏贏 因為他的輸贏就3千多票 5千多票 如果今天是輸2 3萬票 那韓流就是黨兇 輸3千 幾票5千 幾票都拉起來 我給大家報告 你剛好思維在這邊 我也很心疼他 我跟大家報告 所以余天當選 我們要恭喜民進黨 贏了 贏了沒話說 但是余天進立法院 我要恭喜國民黨 為什麼要恭喜國民黨 余天 余大哥之前 在立法院問政的表現 大家有口皆不悲 有無公土的 你就想到他們兒子 你不悔你就知道了 所以余天進立法院 我是恭喜國民黨 除非余天這幾個月都不做事 韓國瑜對國民黨 這次選舉來講 他百分之百是資產 我相信像世維 農街兄 那些韓流有去騎台 包括加分姐跟韓濱 這個很明顯百分之百是資產 但是國民黨對韓國瑜 其實是資產也是負債 我不是要跟大家講 財富管理我也不會 但是國民黨其實有政有負 我坦白講是這樣子的 所以對國民黨來說 韓國瑜不是萬能 你看這次韓家都出動 結果不是萬能 但是如果沒有韓國瑜 是萬萬不能 所以我的結論非常簡單 我跟大家做報告 這個當然這剛剛世維聽 如果沒有韓流的話 應該是輸更多 這個大家都公認 但是韓流出手沒有贏 2019這個補選 2020這些太陽 硬選會贏嗎 我真的是 佳燕這是我的結論 因為就是說 其他國民黨你要想 韓國瑜這麼拚 身體爛 又去騎台 疼成這樣結果不贏 又把基本盤拉近 那是沒有贏 那這些太陽門 你們的人氣 你們的民調 你們的聲量 是不如韓國瑜的 你還硬著選嗎 你去讓太陽再想一想 換句話說 輝文哥的分析就是 韓國瑜的能量 他是不是真的有辦法 完全的轉換到別人 或是完全的駐國民黨 其實都從這一次的選舉 當中可以深思 當然他非常的努力 他也為了這些黨內同胞 非常賣力 但是問題是 看起來好像是 把距離拉近的 但總是差那麼一點點 國民黨內部怎麼看 不是我老王賣瓜 首先 我當然要肯定一下 兩位候選人 其次我認為昨天的選舉結果 並不是韓流失效 反而是韓流 再給我們一個傳奇 我以台南來說 我從來沒看過 補選的得票數會超過大選的 從來沒看過 因為我們這次補選 只有大選的大概 上一次6成5 補選只有4成4 所以照理說你的得票數 就應該比例的減少 郭國文就只拿了6萬多票 上一次黃偉哲拿14萬 所以這是合理的比例 但是謝龍介居然拿了5萬多 超過大選上一次的候選人 3萬5的得票 所以這個是我從來沒看過 我想有過選舉人都沒看過 補選的得票數會超過大選 這個票都是怎麼來的 這個票就完全都是 衝著韓國瑜跟謝龍介的面子來的 而且我們知道謝龍介是跨區去選的 他在那一區他完全沒有組織 他完全沒有組織 他全部都是打空氣票來的 全部都是熱情 全部都是空氣票 這個就是韓流的威力 跟謝龍介的威力 要不然我們怎麼會有 這樣的得票數 因為從大選拿3萬5對上14萬 你就知道 國民黨連在那邊的組織都沒有 所以補選看的是什麼 看的是熱情跟組織動員力 我們的熱情是完全出來了 相較於大同士領那一次的投票率 只有三成多 我們就知道這一次 三重跟台南 整個藍軍的熱情通通出來了 所以投票率衝到4成4 我相信主要是藍軍的投票率衝高 帶動整個投票 當然這個細分才知道 可是我認為從選票的 得票數來看還有得票率 我們大幅的增加來看 應該藍軍都出來投票了 所以韓國瑜給國民黨帶來的意義是什麼 第一個是 吹出國民黨喪失已久的熱情 喪失已久的熱情 因為大家都知道2014年跟16年 國民黨不是輸在人少 輸在不投票 每一個人都不投票 我不爽投票 你做得那麼爛的 我不爽投票 可是當國民黨全部都出來投票以後 這個就是我們找回 我們喪失已久的熱情跟信心 第二個就是鞏固基本盤 什麼意思 現在我認為國民黨的太陽裡面 唯一一個出來 基本盤會最大程度回流的 就是韓國瑜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每次在做民調的時候 就會去做說 譬如說柯文哲 可以吸引到多少國民黨 柯文哲可以吸引到多少民進黨 但只有韓國瑜出來的時候 那個基本盤的集中率是最高的 就是被柯文哲吸引走的 比例是最小的 我們知道說在一個大選 尤其是撒卡都的情況 並不是說一人一半這樣子切 撒卡都的情況 選票的流動是非常敏感的 流動一就可能是來回就是二了 所以國民黨未來要推的人 第一個要衝出所有國民黨的熱情 第二個要鞏固基本盤 就是所有藍軍都覺得說 這個人出來我都投得下去 像我們現在知道很多人就說 誰出來我就不投票 誰出來我就不投票 國民黨的支持者 最有這種自我意識就是 不是我教的 即使你掛國民黨我也不投 這種國民黨支持者是比較特別 跟民進黨的支持者不太 民進黨支持者黨性很堅強 只要掛一個台灣的那個出來 全部都投 管他是阿貓阿狗都投 可是國民黨不是 國民黨的支持者 是非常有自主意識的 我們常常聽到就是說 那個誰我投不下去 可是韓國瑜出來 沒有人說投不下去的 當然有很多愛惜韓國瑜會說 他是不是留在高雄比較好 可是即便他出來全部都會投 這個是韓國瑜目前給國民黨 他的極克力是最強的 他的熱情是最強的 當國民黨的輸還有兩種情緒 2014年跟16年國民黨輸得很慘 那時候連我們自己的支持者 都會說是你們做得太爛了 所以應該的 輸應該的 可是昨天的情況補選 雖然選舉失利 但所有的群組都是說 再接再厲 我們只差一點點了 輸的氣氛還有兩種 這種就是有鬥志的時候 覺得說我已經逼近了 我不是輸 我是本來輸很多 我現在大幅的往前逼 韓流已經要怎麼樣 已經快要攻破民進黨 最堅固的最後一道防線 台南跟三重 其實是民進黨的最後一道防線 所以我相信昨天晚上 民進黨每一個人都想說 好 要去太怕 好價錢 沒錯 其實這個 剛才淑慧特別講到 三重還有包括台南 這個地方其實都是被說什麼 綠到出資的地方 所以這個韓流 差一點把他們給滅底 但是差一點點 所以就因此有很多人說 韓國瑜真的才是2020 國民黨最強霸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現在說是 國民黨已經攻到了 民進黨的家門口 昨天韓國瑜的說法書 都打到客廳了你知道 只差一點的靜臥室 所以真的是差一點點 但是藍芸的支持者還想說 在繼續努力的感覺 我覺得剛剛 淑慧姐這邊講 一個很好的氛圍 昨天我 她算鄭藍軍 我們昨天在那邊現場開票的時候 然後我們兩個就默默的看著她 她就一個人在一起死盯著螢幕 然後好像眼角有犯淚 所以我很難過 我覺得那代表的是一種 藍營的情緒 就是這一次雖然說 也許本來很有一個希望 說四席全拿 但最後雖然掉了一席 只剩一席 但是在藍營的心中 也許她真的認為 輸不算完全的輸 對 為什麼這樣說 是因為現在有一些粉絲團 也特別講說 2020給我韓國瑜其餘免談 這什麼 就成立了粉絲團 就是要拱韓國瑜選總統 因為他認為說 這個韓國瑜幫了那麼多人 但是其實韓國瑜 是不是自己應該要出來 才會更能夠有在2020 才能夠拿下勝利的這一張 沒錯 你看 都有粉絲團成立這個專業 然後希望韓國瑜出來 你就知道說韓國瑜 事實上這股熱潮沒有退燒 我說真的 這個世維哥今天在現場 世維哥今天可以大吃鍋貼 為什麼 真的是衰敗猶榮 我不能吃水餃嗎 還可以吃水餃 衰敗猶榮 我說真的 當然如果你從勝負 勝負來看 當然國民黨最後坦白講 還是有點意外 是保住一席 可是事實上你看 譬如說金門 金門當選的陳憶貞委員 事實上他也是從國民黨出身的 他才和國民黨合作了 對 他在選前 我們才開除他的黨籍 因為他是維基參選 其他兩選 三重跟台南 事實上都是 就是輸一點點 就民進黨險勝 我們那個差 事實上我們已經把那個差距 從上一次選舉 已經拉近到3% 5% 如果從勝負來看 我們是輸了沒有錯 可是如果你從內容來看 從數字來看 不能說輸 這就是韓國瑜說的 這個贏不算贏 輸不算輸 他的道理在這裡 昨天我在友台 坦白講民進黨中央這次算是客氣 他們贏了 但是還算謙卑 他們說這個只有止血 不能說是大勝 我覺得這樣態度是對的 但是有一些綠營的名嘴 就在講 你看 韓國瑜消風了 你看去服務員都賣掉 三重也賣掉 台南也輸了 就消風了 就講得很大聲 後來我舉了一個例子 他們就不大敢講話了 為什麼 如果大家去看2014年游錫坤 新北市長 他當時輸了 雖然是輸 輸給朱立倫 他輸多少票 2萬多票而已 當時連游錫坤在晚會 自己都說了 他說我衰敗有龍 意思是什麼 雖然輸了 但是已經怎麼樣 對於一個 對抗一個現任的市長朱立倫 他已經能拉那麼近 很不容易了 所以我們很客觀的分析 我說真的我們沒有要照神 的確沒有錯 韓國瑜這一次 當然他尤其是重點輔選的 三重還有台南 的確沒有過 可是已經 如果你把韓國瑜的因素拿掉 有沒有辦法拿到這樣的選票 我們扪心自問是不可能的 所以事實上我昨天下的結論 是跟輝文哥太厲害了 異曲同工 不是異曲同工 一模一樣 我昨天在另外一台節目 我就講了 我的結論是韓國瑜不是萬人 真的 但是沒有他 目前的國民黨是萬萬不能 這是實在話 而且我昨天我發了一個訊息給龍介哥 我除了跟他鼓勵 希望他加油 我說他真的是衰敗猶龍 那個龍是龍介的龍 他一樣是一尾活龍 為什麼 大家都說這一次台南綠道出資 我跟龍介哥說 我說你已經讓他們嚇到出汗了 是不是這樣 差一點就翻了 對 差一點就翻了 剛才淑慧講說那個什麼 真的很感動什麼 的確該感動 上一次的選舉 我們派不出人來 我們臨時抓了一個黨工去選 選到只有 才18%而已 這一次我們能有這樣的聲勢 能有這樣的得票率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再來我們要看就是說 畢竟韓國瑜跟 韓國瑜的加持 跟他本人選那是不一樣的 他能不能把他的選票 百分之百轉嫁給別人 任何人都不行 我想過去 鄧親 陳水扁 甚至是馬英九 也不會是他所有 輔選過的 每一個幫人家拉手了 每一個都選上 不會 還是會有一定的落差 換言之我要講的是說 選舉中間還有很多因素 剛才我們也講了 譬如說台南還有一些 譬如說氣保的因素 還有龍介哥 譬如說跨區 然後這麼短的時間去選 還有行政支援 民進黨行政支援大力挹注 然後我們賴神 天天幫忙去輔選等等 都有很多因素在裡面 所以我要說 如果把這次選舉要解釋說 劍縫插針說 韓國瑜銷轟 韓國瑜不行了 韓國瑜什麼實力 整個正在衰敗中往下走 我想那是錯誤的解讀 但是我們也不可否認 我說真的 昨天事實上國民黨中央的聲明 我覺得非常好 昨天國民黨中央有一句話 我很喜歡 他說什麼 國民黨沒有驕傲的本錢 沒有錯 真的是沒有驕傲的 即便我們去年年底大勝 15比6拿下15協縣市長 這個跟什麼 跟韓國瑜昨天有一段話 大家都在解讀說 他講的贏不算贏輸不算數 可是有一句話我很感動 他說什麼 我們要承心自問 我們得意之後有沒有忘形 這是他裡面 昨天直播的一句話 所以是這樣 所以我坦白講 就是說你讓人不得不喜歡 韓國瑜就是這樣子 即便我們都知道 這個韓風沒有銷轟 但是他還是會檢討或反省說 我們有沒有在勝利之後 我們忘了行 得了意 然後忘了自己 應該要面對選民 然後尊重民意 取得人民的支持 這一件事情的本分 所以換言之 就回到剛才一開始問的 那個粉絲團一定會持續 而且力道會加大 我覺得這次選完局 對韓國瑜其實 不要說小傷 我覺得連擦傷都沒有 就是我覺得他在這次選舉中 也展現了他的實力 未來我覺得他的人氣 應該還是會繼續往上攻頂 看起來國民黨內 包括指責在內 有一點比較樂觀一點點 然後說不要小傷 擦傷都沒有 但是對於韓流這件事情來講 當然大家在這次選舉 很清楚就看到了 不是韓國瑜說手機 拿起來 那個過程會中算 會動算 但是韓國瑜也說 他說所謂的韓流 大家都很喜歡這樣講 什麼叫做韓流 他認為自己只是一個明星所向 他只是一個發言人而已 講出大家心裡頭的話而已 來聽他怎麼說 好多人都說韓流 其實千萬不要忘記 兩年前 只有兩年之前 韓國瑜只是一個賣菜的 我哪有這麼厲害 所以一定要講韓流 我的看法是 韓流真的就是明星加上明月 因為韓國瑜只是一個代表 他發出了人民心中的怒火 人民已經受不了了 好發出人民心中怒火 他在看韓流這件事情 跟其他人看不太一樣 我覺得當然如果就選舉結果 來看輸一票贏一票 這個勝負就是底定 沒有什麼好講的 可是做政治觀察 基本上觀察比較大的是說 長期以來的區域的變化 我舉一個例子就是說 就這次台南的狀況來講 因為很多人都講說 都綠到出資 可是他到底是一夕之間 他就崩盤了 還是他其實是有一個 長時間的變化跟累積 民進黨自己沒有發覺到 這樣一個嚴重性 還是他根本無力回填 我覺得這個可能 對於整體的選舉結果來講 如果連台南都產生質變的話 其他地區對於民進黨來講 會不會相對更為艱困 我舉一個例子 這個是蘋果日報 在2018年的時候 市長選戰完的時候 他所做的一個民進黨 在台南市的版圖分析 你可以看到在2014年的時候 賴清德選舉的時候 台南是綠油油一片 37個行政區裡面 賴清德在這個地方 贏了36個行政區 其中多數都是贏 6成以上的標數 還有贏到大概較近7成左右 這是2014年 這個是2018年的時候 民進黨在台南市市長選舉裡面 他所遇到的這個狀況 你有沒有發現兩個版圖不一樣 為什麼顏色變 在這一次的2018年選舉裡面 國民黨在37個行政區裡面 贏了8個行政區 這8個行政區裡面 我剛剛稍微找了一下 這8個行政區裡面 有包含到什麼你知道嗎 玉井 南西跟南華 這三個地方我想董事長非常清楚 在這一次裡面 謝龍介是贏的 也就是說他其實產生的變化 已經不是一次性的選舉裡面 如果我今天因為只是說2018年 我不喜歡民進黨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給了民進黨所謂的懲罰 可是到了2019年的時候 同樣在這些地方裡面 其實他們票數一樣是領先的 而且領先的區域裡面 有包含到了這個玉井 南華 山上 星化 佐政 大內這些地方 如果從版圖上面來看 民進黨其實某種程度 賴清德講說 民進黨剩下一口爭氣 我不認為他是為了選舉的悲情 而吹票 如果我講了 紫家董事長不同意 所以是可以反駁 就是說從觀察的角度上面來看 如果這樣的一個現象 它是成為一個 你想想看 經過四年的變化是這樣 但是經過了第五年 也就是在今年的時候 他無力挽回這個的情況 我們就回來看 台南在這一次的選舉裡面 打到一個五五波 我不認為是說是誰不夠努力 因為事實上 你如果真的觀察這一次的選舉 其實我認為補選參選人 自己本身的角色被極度的縮小 大家所極度放大的 其實都是旁邊周邊的人 譬如說我這樣講 對視為兄我沒有不敬 我的意思是說 在選戰的過程當中 大家極度的放大韓國瑜的效應 可能參選人本身 他自己強調的特質 並沒有在這個地方 被完完全全重視到說 對 我選的是一個立委 我怎麼樣在這裡面 去凸顯大家對我的認同或怎麼樣 因為他時間太短 我覺得剛剛講到一件事情太短 你說憲龍介在台南 就因為沒有組織 我覺得這也不公平 為什麼 因為對不起 你當地還是有國民黨議員 你還是有組織在 你不可以講說我換個區域 所以我這邊沒有根源 我是從零開始 我想觀察選舉 沒有人這樣搞的 所以我今天回來看就是說 這整體的變化 對於民進黨來講 他真的會害怕的其實是 我剛剛還是強調 如果連台南這個區域 經過五年的變化之後 到這一次的補選打出來 告訴你說五波 那你其他那些縣市裡面 沒有這麼明顯的 被大家形容成綠道出資的 那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回來看就是說 國民黨他現在遇到的 另外一個 他可能必須要從現在去思考 因為我剛剛特別跟指責 求證一下 我說你現在有沒有國民黨 發言人的身分 還說有 我剛剛想說 如果按照指責 剛剛講到韓國瑜的那個信用 說沒有韓國瑜不行 那可能韓粉會很高興 因為發言人可能 都用這樣的一個角度 但我相信他是個人評論 不是代表黨專案綠 或是他代表黨專案我不知道 就是現在大家現在看的是 如果今天成為外界所講的 沒有韓國瑜的話 這一批人還願不願意 那麼大幅度的去投向 我覺得民進黨會打選戰 他一定很清楚的知道 如果今天在這一場選戰上面 當然韓國瑜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影響的一個力量 但即便沒有韓國瑜 這個的質變 是不是他依然在發生 如果他的質變依然在發生的話 對民進黨來講 他就會面臨到一個 最可怕的問題就是 民進黨有沒有值得分裂的本錢 也就是說如果現在 在這樣一個選區裡面 民進黨遇到了一個是 譬如說你今天講這個地方 不管是陳曉雲 用任何的方式出現 但他確實嚴重瓜分到了 民進黨的選票 對不起 在補選裡面 人家可以搞到1萬多票 那個是人家的實力 我覺得這都不要講什麼 就不要去講說 人家被分化 我就不要扯這些 如果補選 他可以拿到這個比例的票數 大選的時候 如果再有一個強的跟你講說 對不起 我不認同民進黨 但我跟綠珠同緣 你民進黨輸不輸得起 所以我認為接下來選戰 對民進黨來講 他必須要高度集中 他必須要嚴格的去控管 他下面的所有人 不可以產生這種分裂的窗狂 所以代表什麼 民進黨會打一個團結的選戰 那國民黨呢 如果民進黨沒有辦法壓制 那OK 那是你各自去做的選擇 你各自去做努力 但是你國民黨 現在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覺得吳敦義 他後來講了一句話 他講說 他現在不排除 那個1萬分之1的機制 是說在他整個人選 到最後被提名之前 如果有一個非黨外的參選人 他的民調高過於這些 提名登記的這些參選人 那文綺剛才 現在最大的假想題是誰 柯皮 大家都覺得是柯文哲 柯文哲所以拖到8月 國民黨繼續等 因為我必須不能換柱的事情重演 柯文哲拖到9月 國民黨要繼續等 我覺得這個對於現在國民黨 不管是誰要出現 就是韓國瑜要不要出現 或者是朱立倫或任何一個人 你有沒有辦法證明就是說 OK 我能夠站穩在這個位置上 否則你這個紛擾再繼續下去 我覺得對於韓粉來講 你看現在韓粉 我們快觀察他的網路上面 他們現在有很多人自動自發 他轉什麼你知道 現在不要再叫我韓粉了 我叫做韓家軍 那個比例跟他的用詞的 其實不一樣 就是粉基本上 他會告訴你說粉我們是會散的 但是對不起我們要成為軍 軍的意思就是我們不管怎樣 我們要團結 所以這個組織 他會發揮到多大 我覺得這個可能會變成 國民黨他自己可能 也要去討論的一個狀況 其實我們在講這個所謂的 選舉立委來講 就是贏者全拿 所以在席次上民進黨多 所以就是民進黨全拿 但是在總統選舉來講的話 這是有些地方 你是少輸為贏才是重點 像是剛剛特別講到說 台南跟三重 那個地方是民進黨大本營 如果說在總統選舉來看的話 少輸就是為贏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討論一下 包括韓流是不是還沒有退去 而且韓流在2020扮演什麼角色 好 剛剛在上一段節目的 結尾的部分 我們仁居哥講了一句韓家軍 然後我們看網路直播 就一大堆韓家軍報到 韓家軍報到 到底這一群所謂的韓粉 變成了韓家軍 或者說真的就像韓國瑜說的 就是他就是一個民怨的 集結民怨的出口 因為韓流就是民怨加民心 誰能夠拿到民心才是一個關鍵 這個基層拜訪 我們這一次跑得兇頭 世維哥 您的觀察 我還是這樣子講 我在選舉期間 人家就問我講說 這一局民進黨贏了 韓流就退卻 我請問 為政者 韓流成不成行 是你自己執政的一個方向 對不對 你看到一粒一修修了兩次 然後物價上漲 整個中小企業全部都 有個老闆我想要請人的時候 我沒辦法 整個我不要做 不要做了 我人家就沒錢拿來賺 老闆想要賺錢 沒辦法拿來賺 我人家想要賺錢 也沒辦法拿來賺 你這樣子一連串 你整個的一個經濟的通路 然後講說這邊也不去 那邊也不去 好啦 你這邊都不去 你有沒有找一個地方讓我去 找的那個地方新南向 結果你辦公室 一個有 一個沒有 所以說你讓人民不知所措 你為政者就是為民服務 簡單的四個字 你這就是總創手 你怎麼樣讓我們台灣 中華民國的一個經濟 能夠往上做提升 過去你看到蔣經文 那十大建設 客廳集市工廠 大家說 怎麼看電視怎麼做工 現在你怎麼看不做 沒有 好啦 那今天寒流會不會成行 當時韓國瑜去高雄的時候 也沒有人看好 一年多以前 人家說你韓國瑜是什麼 好啦 823一場下雨了之後 好啦 就慢慢的 大家就是怨聲載道了 你為什麼執政當局 給你二三十年民進黨做執政 你今天怎麼都這樣 那你講說是不是有韓家軍成行 我就講 今天 我舉個例子 剛剛我跟彥瑩講的 2008年為什麼會有馬咪 就是你民進黨 從2000年到2008年 你到行律師 然後你執政貪污 那你陳水扁 歪國瑜伽 所以說會有馬咪者 民怨產生之後 就會有馬咪的產生 你現在說有沒有 韓家軍的一個產生 如果說他這一個聲量 甚至於他短短執政兩個多月 他就能夠訂單 那你民進黨講什麼 他去拚經常說有通路 好 那我就講 有通路有沒有訂單 對不對 民眾榮於民 你講說2% 那2%這是最基層的 所以說你看到過去 我們以農立國 慢慢的從工業 慢慢的發展科技業 你今天你執政的一個方向到哪裡 今天你說有沒有韓家軍 如果說今天 你向高雄為例就好了 高雄市他當上的市長 那些議員是不是就是韓家軍 對不對 聽他的就是韓家軍 今天我舉個例子 如果說大家期待他出來選總統 如果出來選總統 登高一夫 你說其他才的立法委員好算 你是不是韓家軍 會不會成行 那看民意的一個展現 會不會成行看民心會不會思辨 你今天民進黨 你如果說沒有韓家軍 為什麼你今天 所有黨政資源全部都下榜 你今天怎麼會怕 我的對手說他長贏的時候 他去韓流怕什麼要打誰 有沒有 害怕的是誰 就是韓流 那你今天說我 我今天講講白 我知名度沒有人家100% 那我當然要拉抬一個 知名度高得來 像我當時一開始在選舉的時候 我找馬前總統去掃街 然後對手講說不用 我沒需要人行立牌 我自己就是人行立牌 然後他講說 我知名度全國最高 所以說那時候記者就問我 為什麼我找馬總統來 我說我找人家對手 是全國知名度 我找一個不只具有全國知名度 還具有國際知名度的 這樣我不才能夠拉抬我自己本身 所以說我還是這樣子講 今天你說韓國瑜 他有沒有在做 他真的有在做 他有沒有成績 今天也是民心思辨所造就出來的 你給我做看看 對不對 你給我做看看 今天不用酸言酸語 不用講說這個 酸梅湯喝多了 然後在這邊抱怨 酸言酸語一大堆 沒錯 其實在這一次選舉當中 其實世維哥也是打了一個梗 就土包子梗 因為韓國瑜被總統府犯人 罵說土包子 結果反而在全台灣 都刮起了土包子旋風 一個月我相信包子店的業者 做花眼 因為大家都在吃土包子 然後所以在高雄這邊 他們行銷也滿厲害的 然後馬上跟上了 今天要辦一個包子大賽 然後含苞大賽頒獎典禮的現場 我們先來看看 高雄市長韓國瑜到了 現場最新畫面 這是我們的評審團代表 也是我們的部落客快樂瑜 歡迎 以及我們的包子女神 吳智妮 歡迎 好 在這一次 我們剛才說評審非常地辛苦 兩天之內要吃25家水豬 前十大 那到底他們的特色都在哪裡 我們今天就特別邀請到的 評審委員的智妮部落客 好 這一次土包子大賽 其實在之前造勢場的時候 我跟郁琴姐 還特別吃到他們的 第一名的包子 因為這次韓粉也滿熱心的 就是針對於說 這土包子大賽 大家也響應 因為包括促進經濟觀光之外 也可以看看吃到 高雄的土包子 包子其實也造成一個話題 包子造成話題之外 今天我個人也很關心 到底前三名是哪三個 因為我下次去高雄的時候要吃 我們先進到廣告 廣告回來來看看現場最新狀況 韓國瑜講什麼